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么去使用这台Energy K8的8组 钛金属板的电解水机 那么首先已经安装好了 你看这个已经是在闭屏的状态 那么我们点一点 它就能够激活了 那么我们这个水是有分成好几种的 好几种的水就是有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9.5的还原水 这个弱减性的 然后有9.0 有8.5 然后还有这个净水 还有这个美容水 6.0 还有这个强酸水 好 那么这几个水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喝这三种 主要的就喝9.5 那么如果我们是配药喝的话 我们就喝7.0 净水 美容水呢 就顾名思义拿来洗脸 美容吧 然后呢这个水可以装起来 就是拿来喷脸 放在我们的这个污化器 拿来喷脸 那么呢你看这个水怎么拿 好9.5的水呢 我们要喝的水就是这样子了 就把这个水机 这个水龙头 接上这个水源 去到我们的这个钳子 这就是我们的钳子 这是我家里 这是我的钳子 钳子然后就进水 进了钳子出来 就供到这个水机 那么呢 这水机呢 我们就喝这个水了 好 那么这个水的话呢 我就装给你看 好 我们这样子点了过后呢 开机过后呢 我们就把水 打开 打开过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上后出水管 我们喝的水就是从这里接 那么这个水呢 我们不要把它开得太大 就把它稍微关小一点 就这样子 比较顺就好了 你看 就这一个水 9.5的水 若减性水 我们就这样子 打斜的装着 那么呢 这个9.5的水呢 就是我们日常喝的 你看 在水里面 有的都是这种泡泡 这一种泡泡 看得到吗 这一种气泡 就是我们所谓的活性氢 那么呢 这活性氢呢 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直接从水龙头接着来喝呢 是最有效 最快 最健康的 那么 这活性氢呢 就在10秒钟以内 就会散发掉了 好吗 你看 现在没了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是要 喝上这个 弱减性啊 9.0的水 我们就点一点9.0 好 那么呢 8.5都有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如果是要喝净水的话 就点绿色的这一个 好 那么呢 你看 我们这个净水在开的时候 它这个一圈是在一闪一闪一闪的 那么在散的时候我们就不接 它是常亮的话呢 我们就接这个水 你看这个水 这个水 再把它开小一点 好 就这样子接 那么这净水呢 就是中性的水 小孩 如果是要泡奶粉的话 我们都用这一个水 泡奶粉 吃药 大人吃药 这是医生所发给我们的药 要是补健的药 就不需要用净水 就这样子装 装起来就能够喝了 好 说回这个药 就是补健 保健品就是维生素C 那些鱼油 鱼干油 什么的 就可以用这个减性水 但如果是医生给我们的头痛药 这个心脏病的药 还是怎么样的 胃痛 胃痛的药呢 就用净水 那么呢 接下来就还有一个水 就是美容水 美容水呢也是一样 上面的水流出来 就是我们的美容水 它是沉落酸性的 就是适合皮肤吸收 它是pH值6.0的水 好 水再大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们的美容水 可以拿来洗脸 洗脸啊 洗头啊 就是冲身体都ok 那么你如果是要拿去冲凉的话 就拿个桶装起来 再不然就我们公司还有另外一台的 就是我们的花沙 冲凉的这个机 冲凉用的啊 这个就是洗脸用的嘛 一般就是洗脸用 那么你看啊 注意一下啊 这它还有一个下水喉 那所有的水呢 它这个有一个下水喉 都有一个废水的啊 废水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利用呢 就是不浪费 这个就是浪费了嘛 那我们就把一个管装起来 装起来过后呢 这个管啊 就把这个水呢 接到下面来这一桶 这一个桶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洗地啊 洗衣服啊 浇花啊 甚至你要拿来洗澡 都ok的 没问题 这个水是能够拿来洗澡 因为都是过滤过后的 这个水 好 那么最后呢 一个水呢 最后一个水呢 就是我们这个强碱性 强酸 强酸性水 强酸性水就跟其他哈 记得啊 是跟其他的这个 按键是不一样的 这强酸性水呢 就比较特别 我们如果是按了 这一个键 这边出现强酸性水啊 基本上其他的键 9.5啊 8.5啊 7.0啊 还是美容水 都是从这个上红出来 但是这一个键呢 就比较特别哦 强酸性水呢 就是有杀毒 杀菌消毒的这个作用啊 杀菌消毒 皮肤有病啊 这种有脚臭的啊 这个啊 皮肤有问题的啊 还是你切割到手 要消毒杀菌 就必须用这个2.5 那么2.5这个水呢 哪里出来呢 嗯 对没有猜错 就是从下面出来 它平常是 其他的水 就是从上面这条 这条水后管出来 那么呢 这一个2.5呢 就是从下面出来 那么上面出来的水呢 是什么水呢 如果是下面出2.5的话呢 下面出2.5 上面就是出11.5 就是强减性水啊 我说的一次 强减性水 那么呢 只有这一个按键 才会用到我们的盐水啊 这边有个盐水槽 好 我开给你看 这这个是盐水槽 就是这样子的盐水槽 那这盐水槽呢 我们自己的盐用完过后 就可以自己对啊 嗯 就后面我会给你一个方法 怎么去对 那现在我是告诉你 怎么用 这个盐水槽呢 就是这样子插进去的 那么呢 首先啊 首先我们这个盐水槽呢 如果是刚安装的新机 就必须要把这个盐水啊 这是跟着我们的水机来的 这有一瓶这个叫做盐水啊 日本进口的电解促进液 里面都是盐分啊 都是盐跟水 那么呢 这个电解槽呢 怎么开 看到吗 它这里是平平行的啊 只有强碱性水 强酸性水 才会用到这一个 才会用到这一个盐水啊 平行 这样子打开 稍微用点力啊 这样子 它的这个盐到上面平了过后呢 就能够这样子打开 打开起来呢 那这个盐呢 就倒下去 盐水倒下去 就一瓶刚刚好就一罐 那现在我现在是还有的 就不需要了 那么呢盖回去的时候 平的要在上面 看到吗 平的要在上面 那么一样 转回来 向右转 那么平行的就转到右边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水槽 已经安装好了 那么 就把它先放回去 好 放回去了 把盖也盖上 那么 刚才说的 再重复一次 强碱 强酸性水 才会用到这一个盐水啊 其他一 二 三四五 任你怎么喝 都不用盐水 就是普通的自来水 过滤干净 就供给这个水机 就不用这个盐水 好 现在回来这里 那这个水有什么作用呢 强碱性水 跟强酸性水 强酸性水 也就是杀菌消毒 对吗 那么强碱性水呢 就是消炎 消炎 还有这个顾名思义 强碱性了 好 那么我们开水 强碱性水呢 pH11.5 比我们9.5的来到高 就是说它的水分子 还要更加细 它的这个水中的泡泡啊 更加多 好 那么如果是说 你要怎么感觉呢 这个水啊 必须要把那盐 这个水机呢 把这个盐分 抽进去这个水机 才能够生产的 你看 如果我们手感觉到 有一点滑滑 这水有点滑的时候呢 就代表了什么呢 它已经开始在生产 生产这个强碱性水 滑滑的 那么我们先装起来 这个强碱性水泡 现在呢给你看一下 强碱性水的泡泡 是比我们的这个 9.5的来得还要多 好 先把水关掉 就是它的泡泡 就比我们的 弱碱性9.5的泡泡 这个活性氢还来得多 但是呢 这一个水啊 我们都是 怎么说呢 不建议你乱喝 你要喝之前 必须要咨询过我们 我们会跟你说 怎么去喝这一个水 这个强碱性水啊 对这种有重病的 还是有那种 很严重的 这个压健康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病啊 能够进行这个治疗 不是说治疗 就是舒缓啊 舒缓 啊 这一个水就是强碱性水 那么 我们下面这个喉 刚才说了嘛 下面的喉就是2.5吧 你按这一个键 出来就是2.5 这一个水呢 基本上我们就另外装起来 另外装起来 我们可以拿来漱口啊 如果口腔有这个 会烂还是什么呀 就可以拿来漱口 就可以消毒杀菌 包括我们有伤口 包括有这个有皮肤病 有皮肤癌的 都能够用这个2.5的水 来进行这个治疗 然后呢 每一次啊 后面呢 这个很重要 每一次啊 只有这一个步骤 你看 只有这一个步骤 就比较啊 需要去啊 啊 着重一下啊 每一次拿完 我们的这个 取完我们的11.5的水啊 强碱性强酸性水 每一次取完过后 必须要洗机 听我说 洗机就是啊 很简单的 一个30秒钟呢 把水冲洗掉 为什么要冲洗呢 因为呢 这个盐水啊 盐分 已经抽取到 我们里面的电解板 那么呢 我们不希望这个盐分 把我们电解板给遮盖了 或者是污染了 或者是 沾满了我们的电解板 后面呢 我们要生产这个 其他的水 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么每一次啊 记得是每一次 我们取完这个 11.5或者是2.5的水过后呢 必须要洗机 这台机器也很聪明 他就让你啊 清洗 清洗提示啊 就叫你 请放水 放水呢 就是把水开的最大 现在把水开的最大 他现在就开始清洗 就有三格 一格有10秒钟 30秒钟呢 这个水呢 就已经把我们里面的盐水 冲洗出来 清洗出来 那这水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剩起来 做其他事情 也可以 那这个水我们就不喝了 这个水我们就不喝 你看 上喉下喉 上喉下喉都会出水的 看到吗 上喉下喉都会出水 那么呢 这个水我们可以装起来 一点都不浪费 好 一点都不浪费 好 30秒钟完了过后呢 清洗循环已完成 他已经是贴回出来 我们这个了 那么我们可以再正常的 再去拿这个水来喝 好 明白了吗 那就是我要教你怎么去使用 使用这一个还原水机 k8的这个 k8的这个 k8的这个